那义戒五顿食贪嗔痴慢 事食为一品 义戒的那个诗后我们就了解说 五顿食贪嗔痴慢 事食为一品 那么色戒和无色戒这个贪痴慢 三食为一品 已经没有撑了 断了义戒吃地 六品为得俄国 所以义戒比较难断 六品比较难断 然后俄国得到叫做斯托汗 它的名称叫斯托汗 第二个果味 那么断进义戒九品之后 就是已经那个俄国已经断六品 剩下三品再把它断进了 结果得三国欧纳汗 这个欧纳汗这已经是第三个果味 那剩下的断八地七十二品时 就是色戒跟无色戒 那个因为比较容易断 所以这个七十二品断进就正四国欧纳汗 所以前面的那个玉戒那九品是最难 断掉那九品有两个果味 断掉色戒无色戒七十二品 才一个欧纳汗的果味 那么以祭断进 事后八十一品 不再受生于三界 就已经不再三界受生了 谢谢大家